弟兄姐妹感谢主妹又一起来敬拜了 你知道吗 敬拜真的不是好像只是唱唱歌等人 敬拜是把你的心对齐来领受 你知道吗 当你的心对齐上帝 你领受到今天神对你说的话语 特别是那个对你的Rama 你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你就可以看见超自然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所以让我们一起好好来敬拜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更强不要怕 有谁能控告身间顺利人 有基督已经称我为你 有谁能定我们为有罪 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抱着那生爱我们的主 危险我们都已经得身犹豫 谁能向你分开风寒 谁能像你 拼尽风海 谁能像你 事物变幼 谁能像你 便水为酒 谁能像你 从死里复过 谁能像你 叫死人复过 谁能像你 实行共义 谁能像你 爱我到底 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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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t tu 耶稣 你生命 耶稣 你生命 耶稣 耶稣 你生命 耶稣 你生命 耶稣 耶稣 你生命 耶稣 祢是 由谁能控告圣见圣地人 有基督已经 成我唯一 有谁能定 我们唯有罪 有基督已经 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 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 爱我到底 靠着那身 爱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 得身犹豫 有谁能控告圣见圣地人 有基督已经 成我唯一 有谁能定 我们唯有罪 有基督已经 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 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 爱我到底 靠着那身 爱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 得身犹豫 得身犹豫 我们都已经 得身犹豫 我为何有门 我为何烦恼 应当 仰望深 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笑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耶稣 我的平安 耶稣 我的意志 耶稣 我的供应 耶稣 我的供应 你是我 一切所需 耶稣 你是 我的牧者 耶稣 你是 我的力量 你是 我的喜能 你是 我的喜能 你是 我助我望 我为何有了 我为何烦躁应当 仰望深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小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耶稣我的平安 耶稣我的意志 耶稣我的公义 你是我一切措施 耶稣你的意志 你是我的母子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喜乐 你的话语是我的自由 你的心发使我有平安 你成为贫穷 会使我付出 你的释迦是我的身 而且耶稣你 你是我强壮 你允许我彼得 第一位也 你成为走主 为使我蒙福 基督灵我 基督灵我 隐心的身 你成为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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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吁得 你成为贫穷 当时我贫穷 你��许我彼得 你成为贫穷 如果你都赶穷 其 описании 我隐形的生 封耶稣命我都高 阿们 封耶稣命我先高 阿们 封耶稣命我都高 阿们 封耶稣命我都高 阿们 封耶稣命我都高 阿们 封耶稣命我先 高 阿们 封耶稣命我先 高 被赎回 我们已经因信称义 谢谢耶稣 你所完成的工作 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十恩座前 并且在敬拜当中 主要我们真实的 唱出来 宣告出来 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得着这个身份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领生餐 我们要一起来 纪念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按理 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我们能够辨明 我们领圣餐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能够辨明 这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耶稣的血 并且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是靠着耶稣 我们已经因信成义 我们知道是耶稣 所完成的工作 并且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贫穷 我们成为富足 因着耶稣为我们受鞭伤 受刑罚 所以我们可以得一致 得平安 因为耶稣已经完成这一切的工作 他已经付了代价 所以 我们可以白白的得到这一切 感谢耶稣 我们知道 不再是靠着 我们的行为 是靠着耶稣 并且我们临圣餐的时候 我们就纪念 耶稣已经完成了 并且我们知道 耶稣是在 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已经完成的工作 就没有人能够废去 并且以罪不良法 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 承受这一切的刑罚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再承受 所以每逢我们吃这饼 喝这杯 我们就纪念耶稣 我们也宣告出来 我们在物质界 我们在灵界都宣告出来说 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靠着耶稣 我们已经因形成义 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 我们定经耶稣 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 阿们 而我们也都知道 耶稣现在在天上 他已经得胜了 所以耶稣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 阿们 好 感谢神 接下来让我们就一起拿出 我们已经预备好的圣餐饼 如果你是在现场 丢姐妹 教会已经为你预备了 如果你是 现在在线上看的丢姐妹 我们鼓励你也可以自己准备圣餐饼 那只要饼是无效的都可以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 怎么自己做 你也可以自己去房间买 你只要看那个成分上面 没有酵母就都可以 那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辨明这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知道耶稣无罪 为什么要无效 是因为预表耶稣无罪 因为耶稣以他的无罪 代替我们有罪 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真的是无罪的呢 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知道 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而且圣经是由 我们看四福音就好了 因为四福音是写耶稣生平 四福音是不同的四个作者写的 可是他们又可以对参对照 每一个作者都清楚的写下 耶稣在这个世上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真的可以代替我们 如果他有罪 那就跟我们一样都是人 那他也犯罪 我也犯罪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真的知道 耶稣无罪 并且他愿意代替我们 他愿意把自己交出去 他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看圣经 我们知道很多字 其实有多少人想要抓他 想要害他 可是耶稣 他知道时候还没有到 他没有将自己交出去 所以是他自己愿意 他知道时候到 他自己愿意把自己交出去 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不是他愿意 没有任何人可以拿他怎么样 对吗 但是耶稣却愿意代替 你代替我 因为他爱我们 他知道 他做这件事情 何等的重要 这也是他回忆天父的爱 因为他知道 天父也何等的爱我们 感谢耶稣 他已经完成了工作 所以让我们拿起这柄 并且我们剥开 也预表着 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 鞭伤刑罚 他为我们打碎他的身体 为的是 不只要使我们得拯救 他还要使我们得意志 得平安 得到他完全的 完全的美好 这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辨明 这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也举起这杯来 我们辨明 这是耶稣的血 为你 为我而流 他以这血 与我们立这新约 使我们真知道 我们已经被赎活 我们在恩典之下 我们在这新约之下 谢谢耶稣 这是耶稣为你 为我而流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 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真知道 你的身体是可吃的 你的血是可喝的 主要 我们真知道 我们已经将你 吃进我们的里面 你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在你的里面 主要 我们真知道 你已经完成了工作 我们即便没有看见 可是主要 我们知道 那没有看见 却相信的 更是有福 主要 谢谢你 谢谢你 使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是蒙福的 而这确据 就是你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们相信 也辨明 吃喝主的身体 我们纪念你完成的工作 我们领受你所完成的 我们知道 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已经因性成义 我们已经完全 谢谢天父 透过耶稣来看我们 谢谢耶稣 所完成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真知道 我们可以坦然 无惧来到神的十人座前 并且我们领受 那个约的好处与福分 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神家里的人 谢谢耶稣完成的工作 谢谢耶稣 你何等的美好 为我们成就这一切 我们领受 我们愿意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请同工 帮我们收奉献 感谢神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已经被赎回 我们 因性成义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自然而然的 应当就可以领受 神的产业与祝福 对吗 阿们 就跟 对最近 欲俊传道家族发生蛮多的事 就是我们最近在算一算 但是他们家 一年就是 陆陆续续走了四个长辈 所以 然后最近就在处理 遗产的事情嘛 所以你就真的会知道说 阿你是 因为你是这个家族的人 对 其实有点麻烦 处理遗产的事情很麻烦 可是 你就是承受产业的阿 所以我就会想到说 对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 礼当就是承受产业 你不要承受产业 你还要记得在什么 三个月内 去签那个抛弃继承 你知道吗 那所以感谢神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被赎回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真的是 那个 要领受产业的人 然后呢 嗯 耶稣是大富豪 天父是大富豪 因为宇宙万有 都是他创造的 应该不会有人 想要抛弃继承吧 哈哈哈哈 对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继承 但是我们要怎么继承 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同工 而且呢 嗯 就如同牧师在台上 也常常讲的 就是 我们真的是 以后是要与神做 呃 就是与 呃 在那个 千年的时候 我们是要 得胜的 就是一同 一同做王嘛 那 欸 可是你要 你要当 那个 澳洲之王 还是 澳门之王 还是要当那个 奥底之王 奥底也不错啦 对 牧师也常说 对 奥底真的也不错 是一个很美丽的小 的地方 所以真的是 还是有我们要与神 同工合伙的 这个部分 所以真的是 古一丢姐妹 我们自己要跟神建立关系 那建立关系的方式 有很多种 不论是透过临圣参 透过敬拜 透过自己的读经祷告 然后还有 透过听正确的讲道 对 所以等一下 巨星牧师 就会上来讲道 感谢神 对 因为这些都是 呃 牧师常在台上也说 因为现在是新约 我们知道新约的 战场是在 新思意念里的 所以我们要保守 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 如同 圣经也提到 保守心胜过 保守一切 因为你一生的国效 是由心发出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你的脑袋知道 跟你的心理相信 其实是 很有距离的 你常常就是 你的脑袋知道 可是你的心理 是不是真的相信 那其实还是有 很大的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真的鼓励 鼓励地用姐妹 就是 你真的要跟神建立关系 并且如果你想要 在财务上经历 神的祝福 丰盛跟翻转 其实很大的一块 真的是跟十一奉献有关 但是呢 我们真的也鼓励地用姐妹 你要知道 即便你不十一奉献 在旧约的诅咒 耶稣都为你背负了 所以你不再 因为需要 害怕说 如果我没有奉献 我会被 我会被惩罚 或是 对 我以前有听过这种 这这这种 这种 信息 然后呢 也有相信过 然后呢 所以有一年的那个 嗯对 我跟一君常奥 真的还被罚款了 好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知道 原来 连十一奉献 没有 没有十一奉献的诅咒 耶稣都为你背负了 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 带着恐惧或害怕 来做十一奉献 可是十一奉献里面 真的有他 有属于他 特别的祝福 那个 那个丰盛跟富足 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那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说 哦你十一奉献 原来有那么多的 呃权力 可以 享受了的话 请记得去看 香君牧师 他有一篇信息 是提到 就是十一奉献的 五大权力 你真的可以去看 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 因为看了那一篇信息之后 他们真的知道说 哦我十一奉献 原来有这么多的 呃好处 跟 原来这是我的权力 我可以 怎么样祷告 我可以怎么样宣告 以至于他们 真的是经历 在他们财务当中的 新盛 丰盛 跟反转 那 还有就是 在新约之下 我们到底还不要 十一奉献 如果你不清楚的 你要真的知道 你不奉献 上帝一样爱你 你一样有 上帝要给你的祝福 那我们真的鼓励 弟兄姐妹 你们真的先来 经历上帝的 丰盛 富足 跟美好 可是如果你希望 你不是 呃 你的 你的这个财务的管道 是被堵住的 你 你不是 领受很多 但是又流出去很多 就是说实在 大家有的人就是支出很多嘛 那 他有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你连续 在恩宠教会 十一奉献三个月 那你在你的财务上 没有看到任何的 突破跟翻转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跟我们咨询 我们有售后服务 对 居西牧师会 售后服务你 啊好 感谢主 好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 你现在已经 在恩典之下 你已经在新约之下 你还要不要 十一奉献的话 我们也鼓励 你要真的知道 十一奉献的意义 跟目的是什么 你再来做十一奉献 那所以 如果不清楚的 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 你就去YouTube 恩宠教会的主频 去看 搜寻恩宠教会 空格 十一奉献 就会 就会有 好几篇不一样的 讲到那 都是短短的 五分钟 十分钟以内 就一定可以看完的 所以 短短的时间 你就可以获得 重要的资讯 真的是何乐不为呢 真的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要去知道 为什么 我要不要十一奉献 那十一奉献 对我带来的 好处跟意义是什么 当你都清楚 知道的时候 你再来十一奉献 就好 那你要知道 即便你不十一奉献 上帝仍然一样爱你 我们也 就是你 真的可以来试试看 你不奉献 也不会怎样啦 对 但是真的 十一奉献里面 有上帝美好的祝福 你如果想要知道 这些祝福 有很多见证 不论在神迹时刻 或是在我们的官网 在我们的脸书 你都可以去看 我们真的是 希望弟兄姐妹 可以跟我们一样 经历上帝的丰盛 祝福与美好 好 然后我们现场 是可以收现金的 那如果你在线上 弟兄姐妹 我们有其他的奉献 的管道跟方式 你可以透过 台湾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 我们是在城中分行 开的户 然后 0610 2000 92123 这是我们的账户 你可以透过这个账号 奉献给我们 那记得你要告诉我们 第一次的时候 要告诉我们 你奉献账号的后屋 我们才知道说 这个账户是谁谁谁的 好 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 收据怎么正确的开立 那这个QR Code的话 就是扫描之后 它就会导到蓝星 蓝星金流 然后是可以收信用卡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信用卡 它就是 就需要你填清楚的资讯 姓名 联络地址 电话这些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你填的那些就是你收据要寄送的 就是你收据要开立的地方 跟你的你要收的地址这些 那如果说 比如说我是个人奉献 可是我要收据开成公司的话 你可以在备注里面 就是注明让我们知道 好 那如果你是海外地中姐妹呢 你可以直接就是会到 奉献你可以直接会到这个 我们在美国开立的账户是 iHASSE 这就是我们的户名 那这个 iHASSE的户头的话 它开立的收据就是 美国可以抵税的 那如果是社团反而 台湾恩寿教会协会的话 那开立的会是 台湾可以抵税的收据 那总之在奉献或是收据上 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与教会联系 你可以透过email 透过脸书 透过我们的Night 8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有很多种管道 一定可以联系上 到我们家 那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 那如果是在那个 内地的弟兄姐妹 你们也有其他另外的 奉献的管道的方式 你可以透过微信 或是透过直接在论上面 直接询问 欲君传达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奉献收完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 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真知道 我们能够回应你 我们能够爱你 我们能够奉献 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你先祝福我们 就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更多的真实 经历到神 你对我们的祝福与美好 一句主要 我们真的是 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将你所当得的 我们献到你的面前 主要我们真知道 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祝福我们 主要使我们 真的是能够活出 那个丰盛荣耀 美好的生命 主要我们真知道 连奉献这件事情 都是一件 欢喜快乐的事情 是一件祝福的事情 主要谢谢你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有奉献的 没奉献的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要先 如何来经历你 对我们的爱 我们先来建立 与你美好相爱的关系 我们真实的知道 你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那个 要承受产业的 我们在这个 世上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 每一天 一天 一点 一滴的 主要来练习 如何与你同工 主要练习 知道如何 要成为 一个王 我们要学习的事情 谢谢耶稣 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天天的帮助我们 谢谢三位一体的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我们不离不弃 帮助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快要开始讲道 所以在讲道之前 请呼吁我们 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帮我们一起来祷告 学习向你 献上感谢 你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话语里面 得着你的亮光 得着那个 就很像彼得 他得到一句话 来吧 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就胜过风暴 胜过环境 帮助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 大有能力 安定在天 立定在地 我们得到那一句 你来吧 你就会看见 神迹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谢谢你 已经分别为上孩子口 跟孩子的心 也谢谢你 已经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倾听儿 跟倾听儿心 你的爱 你的光 你的同在 临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何等期待 看见你的荣耀 看见你的神迹 这样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求 他们 好 提多书一章九节 请念 保罗写信给提多 提多现在正在克里特导 好 那如果你的 你是比较旧版本的 和合版 再有另外一个翻译 格里什么的 对好 没关系 好 不是格里汉 格里汉是人民 好 OK 好 然后呢 他要提多留下来干嘛 提多本身就是 算克里特导人 因为他是总督 他是方伯的职子 用和本的词 就是总督的职子 好 OK 所以他在这里 是很有影响力的 好 然后呢 他就在这个地方传福音 然后设立长老跟监督 所以现在后面 是监督的部分 当然有些教会认为 长老跟监督是同样的 同一个职份 只是一个在讲工作 一个在讲身份 但是也有一些教会认为 他是不同的 好 那这是监督的后半段 OK 所以呢 这边提到 监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然后呢 还要把真变成博导 因为这个时间 大概是公元64年 65年左右 再两年半 保罗会训道 OK 所以呢 这是在保罗 第一次被关 然后出来 然后下一次后来 就被砍头 这样 好 OK 所以呢 保罗要请提多 去教导 这些监督们 他们要懂得 什么是纯正的教训 OK 好 我们所学到的到底 是不是纯正跟正确的呢 虽然你不一定要当监督 可是我们真的 慢慢的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需要搞清楚 神真实的道理 而且 在理性上 在教导上 这边提到 把人博导了 当然 但也许你现在才刚信主 或者是你信主一阵子了 可是你还没有 更多的去了解真理 但是 其实神希望我们 在理性上面 都能够知道 我们的信仰 对 很多人就说 你为什么信耶稣 因为耶稣很爱我 很好 这是最核心的 耶稣很爱我 非常好 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 不是你爱耶稣 是耶稣爱 你爱耶稣 如果靠你爱耶稣就完了 因为再怎么样 人的爱就是有限 没错嘛 对不对 再恩爱的夫妻 都可能会吵架 对不对 你吃饭 有没有咬到舌头过 有吧 对不对 你跟你舌头相处多久 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吧 还是你三岁的时候 就讲出来的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还是去年换了一个舌头 没有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啊 你吃饭都会咬到舌头 更何况是两个生活 环境完全不同的人 结合 对不对 那么更何况 你就是一个有罪性的人 他也是一个有罪性的人 好 OK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需要在真理上 在各样的教导上 都尽量的去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 你要听正确的讲道 很多时候你经文读过去 你知道吗 就很像 后面有提到 劝老年人 劝老年妇人 可是你去看原文 根本没有劝这个字 他就翻译了人自己家的 我昨天去看了一个论文 你知道翻译这件事 其实影响非常大 对 你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我去看这种论文 反正我就喜欢东看西看 好 这是我的兴趣 好 人家翻 路顶记的英文翻译版 里面不是有讲到俄罗斯吗 讲到其他国家 那个翻译的人就把 只要对 他应该就是 欧陆的人 好 只要对欧洲 对俄罗斯不好的词 都给他删掉 弄掉这样子 好 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圣经也是这样 圣经的原文无误 但是翻译真的会有错 因为翻译的是人类 就算现在是AI翻的也会有错 因为AI AI很夸张 你知道吗 我们请AI做一些事情 他都可以讲的 头头是道的 然后都是假的 很夸张哦 对哦 他讲了一些什么 真实是 现在AI时代是人类一个 全新的一个里程碑 而且很特别 也很危险 你知道吗 有一个律师用 用AI去写 写那个 类似答辩庄 树庄 然后呢 里面不是都要写 就是什么 西元多少年的 什么什么判例吗 就是什么法官判 什么判例 对不对 然后那个AI写出来 然后他就头头是道 然后他就去教 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根本没有这个审判 根本没有这个判例 这是真实状况 这就是现代这个时代 好 那我们当然 保罗的时代 并没有所谓的AI 但是因为人类 就是用自己的思想 去思考很多东西 就很像 英王清令本 King James这个版本 有很多非常偏向 统治阶级的翻译 那是因为 那就是英王 King James 詹姆是王初前翻译的 所以你老板叫你 那个他 也许你还是中文原文 可是你可以往原文 因为原文有 他是有一个范围的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解释 也可以那样解释 对不对 我说 玉俊是我的好兄弟 对不对 没错 但是好兄弟中文 也是代表鬼 所以玉俊是 不是嘛 对不对 但是人家这样翻 他会说 好兄弟就是鬼 中文 台湾的中文 好兄弟就是鬼 所以玉俊就是 不是嘛 对不对 好 但是他 当然是比较夸张的形容 所以意思就是 你要懂得回去看原文 就是这边提到 要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你要自己去看那个原文 那原文怎么看 以前我们受训练的时候 那个 那个原文书很厚 然后你要去翻 然后我们去一个银会 一个礼拜 然后那个礼拜就查 以佛所书的 大家分配 我们查二章 才几节 就一个礼拜 然后那个书翻开都流鼻水 为什么 因为你一年才用一次 对啊 只有那个银会会拿出来用 平常你会去翻 然后呢 但是蛮不错的 就是那时候练习 可是你去看 现在是怎样 你用你的滑鼠敲两下 那原文就跳出来了 多么容易 所以请大家 我们在教导的东西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没关系 你回去看原文 如果按照圣经原文 我们有错 请务必来跟我们说 没有问题 好 就很像是我一开始 去接触新大部的教导的时候 我觉得哇 他讲了 我都没听过 这一定有问题 然后呢 他讲了 就写下来 就回去查原文 然后都是他对我错 所以我就开始改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要回到 神真实的教导 纯正的教导 然后你要有所本 还能够把真辩人博导 但是并不是叫你 到处去跟人家 辩论或等等 保罗确实有辩论过 他可是他不是 天天都在辩论 因为人家有神迹奇事 比较快啊 对不对 那就祷告就好了嘛 你要不要接受 不接受 那你又说是鬼王弄的邪灵 那就算了 不然的话 你就要相信神是真的嘛 就这样啊 你不要用 正常状况下 是应该人家来 因为这个时间开始有异端了 所以保罗说 那个监督 你要把纯正的教理 劝化人 然后还要博导那些人 是因为你需要讲正确的 好 但是平常的话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 把人家辩论辩到天堂 以前有一个人 他带了一个年轻人来我们教会 说可不可以跟巨星牧师谈谈 那我就跟他谈一谈 后来才懂意思 他希望我劝这个年轻人 信耶稣 然后怎样怎样 基本上 我没有办法劝一个人信耶稣 我只能为他祷告 所以最后我简单的为他祷告 我就走了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人信耶稣 但你要为他祷告 神兴起环境 但是当人家问你纯论教导的时候 你要有能力能够讲清楚 你所相信的是什么 耶稣爱我们 很好 但是除了耶稣爱我们 那耶稣是谁 你知道圣经里面不止一个耶稣吗 很多个耶稣 现在活着也有很多人叫耶稣 对啊 英文的人比较少 西班牙很多 对啊 然后那好 你信耶稣 什么叫信耶稣 我相信有耶稣这个人存在 那绝大部分人都相信 有耶稣这个人存在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那到底什么叫信耶稣 我相信耶稣是一个最棒的老师 这样是不会得救的 你去看 叛徒犹大 他最后都称耶稣拉比 可是 从头到尾 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老师 所以他不会得救 为什么 为什么犹大不会得救 不是因为他做那些很过分的事 是因为他相信错了 反之因为他相信错了 所以他会做那些过分的事 好 那再来 彼得前面也叫耶稣拉比 后面他叫什么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要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才会得救 好 那什么叫基督 跟鸡汤有什么关系 没有啊 两个字是同音而已 基督是受高者 是神所拣选那位 是起初神就命定的那一位 然后呢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无罪的降生的 然后这就是整个神学 简单说整理出来 就是三个信经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跟亚他那一套信经 然后呢 我们已经把它录成 短篇 然后呢 跟大家说明 好 那大家要知道你在信什么 而不是你只是 哦 耶稣很爱我 OK 耶稣很爱你最核心很棒 一开始最核心很棒 但是你不只要有这个核心 要知道你在相信的是什么 好 一章十节请念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欺哄人 那奉割离的更是这样 保罗在这个时间 公元64年的时候 65年的时候呢 他写了这封信说 现在这个时间点 已经有很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欺哄人 好 那所以有两种 有一种是奉割离的人 更是这样 那就是犹太人 没有信主的犹太人 他们在那个时候 还一直在讲说 你要 没错啊 你信耶稣 你知道有一个耶稣不错啊 但是你还是要遵守安息日 你还是要遵守 捷径不捷径那些东西 然后你才会得救 好 那是奉割离人更是这样 所以相同这句话也代表 其实有一群人 其他人也不服约束 也说虚空话 可是他们不是奉割离的人 那就是那些异端们等等的 大家懂意思吗 那奉割离也更是这样 代表 还有一群人也是这样 但是不是奉割离的 这逻辑问题没错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其实那个时候异端就慢慢长出来 所以为什么你要读三大信经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尼亚 他那就是信经 OK好 所以呢 简单这样说 现代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在教导你 你要信耶稣 然后还要遵守很多规定才会得救 那跟那奉割离的有什么不同 得救就是被动的 你信正确的 你相信正确的真理 然后你就会得救 你要相信正确 可是那个相信不是我知道 而是我相信 而事实上相信里面会带出一个 为什么所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并不代表你没有行出 你就没有信心 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慢慢会改变你的思想 好 就很像是我常常说过的例子 好 有一次我祷告我也看市场 我觉得某一支股票一定会涨 然后我就跟郁军传道讲了 然后我就忘记了 然后他就买了 赚了三倍 我叫做信心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如果我下次再告诉谁 哪一支股票 我觉得神告诉我 或者是整个专业看起来会涨 这叫做有信心 你相信我就有信心 你不去买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那你可以为我开心 到时候我赚的时候 问题是我也可能忘记了 好 所以你知道吗 郁军传道就是信心又有行为 然后就是活的 快活 赚到钱很快活 然后他跟韦庭传道讲 韦庭传道也忘记买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 为郁军传道开心 好 OK 所以你要有信心 然后那个信心带出行为 对你生活才有真实的用处 但是你 以刚才股票这个例子 那个信心要带出行为 好 那再来你的信仰会 让你慢慢有一个见证出来 没有的话 也许你相信他需要时间 就很像是 我跟你讲 你不是一定要明天买 当然如果明天涨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 对 但是你总要在一个 涨之前买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涨 对不对 所以你要相信正确的 然后那个正确的会 带出你的行为 你会慢慢的改变 好 那如果你只知道这个信息 你并不相信 哦 据心目的是说 那个股票会涨 然后你也没有说不相信 但是其实没有相信 因为如果你相信 你一定会去买 对吧 这叫做属灵的内线交易 没有犯罪 好啦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 我们相信正确的很重要 我们活出来也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活出来 神还是爱你 你还是会得救 了解 就很像是你相信了 你没有去买 你还是有相信啊 你可以为欲均传道欢呼吧 好 OK 一章十一节请念 这些人的口 总要堵住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这边在讲异端 也在讲 讲要把人拉回犹太教 好 OK 这些人的口 总要堵住 所以你发现有异端 就拿一个包子 塞住他的嘴巴 不行啊 不可以这样 好 我是开玩笑的 千万不要哦 好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事实上不是败坏人家的全家 是败坏人家的Seven 不是啊 听得懂吗 这是笑话 这是笑话 好 祝福Seven跟全家 OK 那是台湾两大 最大便利商店 海外的朋友 OK 其实这边并不是败坏人 有人的这两个字 是败坏全家 对不起 我不是在说全家 好啦 他这边在说的事情 是败坏整个教会 教会是神的家 这个家 其实是在说各个教会 没有人的这两个字 原文 但没关系 因为我们中文的语法 你败坏全家 真的好像你在讲那间公司 对吧 所以败坏人的全家 对 你知道全家的笑话吗 好 有一个选举的候选人 选前就说 如果那个新闻报导 讲的那些事 我真的做过 那我就全家死光光 然后大家相信 他就选上了 选上的时候 被证明他真的做了那些事 后来人家问他说 那你现在怎么处理 全家死光光光 他就说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就是你家 就是你家死光光 好没事 这是一个坏候选人 好 全家就是你家 也是全家的广告词 听得懂吗 这话在解释就不好笑了 变成我在讲 我是个笑话 好啦 回来 OK 这些人为什么要教导 不该教导的 因为贪不义之惨 你知道现在也很多吗 对不起 我必须这样说 我听过有一个很夸张 某一个人 想要离开某一间教会 那间教会的牧师说 你补齐前面的十一奉献 才可以走 有听过吗 真的太夸张了 真的很夸张 可是真的有人就这样 为什么 这不是贪不义之财吗 你摆明就叫他钱嘛 对 可是真的有人这样讲 这就是不该教导的 虽然保罗现在在讲的 不该教导的 更多的是异端 更多的是犹太教 可是真的在 就算是正统的教会 但是 他们就会搞一个逻辑 告诉你 你补齐十一奉献 才可以离开 我跟你说 有人这样跟你 有人这样跟你讲 你赶快离开 千万不要补他奉献 对 因为他们 那个逻辑是什么 反正就是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教导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要补齐 是要补到什么时候 从我 从我信耶稣那一刻开始 是从我出生开始 有人如果 年纪很大才信耶稣 比如说他现在八十岁了 然后呢 他要补过去八十年的 所有收获的十分之一 你比国税局还厉害 国税局留几年 七年嘛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说如果你不做这件事 神会诅咒你 个头啊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背负一切的诅咒 一切的诅咒 包含 没有奉献的诅咒 好 确实 马拉基书确实提到 在旧约里头 确实说你不十一奉献 因为十一是神的 所以你不奉献 就是偷窃神的物 问题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背负一切的诅咒 包含没有十一奉献的诅咒 所以不十一奉献也没事 真的 真的啊 你不十一奉献也没事 你不会再有诅咒了 问题是 因为十一奉献的特点是 你可以以此施事神 十一奉献有特别 十一奉献的祝福 所以你不十一奉献 你也不会有诅咒 你也会没事 但是你十一奉献 你有特别的祝福 一团面团 有一块奉献的 全团就圣洁了 在现代这个时代 东西是不是越来越贵 你的钱财 购买力 实质购买力 越来越下降 所以你需要干嘛 你的钱要成为圣洁的 你的钱要成为特别被分别为圣的 在现在这个信用本位的时代 钱真的不公益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信用本位 以前 以前35块美金 可以兑一盎司的黄金 那是197几年的事 现在 一盎司的黄金 值2000多块美金 2000多 35 差几倍 70倍 60几倍 你想嘛 197几年的时候 一碗卤肉饭多少钱 我想一下 那时候我刚出生 我三岁吃卤肉饭 可是我不用付钱 好啦回来 要我三岁吃负钱 我去打工 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什么 5块吧 现在多少钱 50块 对不对 看哪一家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是不公益的 那个时候退休的人 那个时候 可能100万就可以退休吧 现在要多少钱可以退休 对不对 好 所以他是不公益的 我必须这样说 信用本会本身是不公益 因为钱会可以一直印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 你要11奉献 让你的购买力改变 你会被神特别的引导 因为神说 唯一可以试试他的 就是以此试试他11奉献 所以为什么你要11奉献 你不11奉献也没有处罚 但是你11奉献 你会发现 你的十分之九 绝对比那个没11奉献的 那个人多 不是说你本来就比他多了 是你的购买力比他高 真的啊 动不动外面什么的很多东西 如果要打折就打九折 对不对 打八折打七折都有 对不对 打个九折你全部就回来了 懂我意思 你11奉献是不是十分之一给神 你好像觉得少 你碰到一次打九折 碰到两次 第二次打八折 你不就赚了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而且你总是会遇到很多 你真的会发现 你想要喝什么 干嘛买一送一 然后你同事也要 就变成他出钱请你喝饮料 你说我要去买咖啡 那你帮我买一杯 然后买一送一 然后呢 那他也不是给你钱了吗 你要不要还他 看你自己决定 还是一人一半 你也可以说咖啡我请你 但是也可以咖啡你请他 他请你 因为你蒙福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是特别蒙福 每次想要买什么就特价啊 真的啊 我经历很多 神引导我去做好多事情 然后就在那里面经历很多财务的丰盛啊 就是这样啊 那个还什么十分之一 那十倍在赚的好不好 不是 反正就是很 不是每次 但是真的有啊 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都有经历过啊 如果你是本金很少 一百倍是吧 十块一百倍一千块有什么用 我也有啊 消费三十九块中两百啊 发票 还有什么 还是很感谢主啊 对不对 好OK 所以啊 你要知道 很多人真的会因为贪不义之财去做这件事 你要懂得 你要知道真理是什么 这就回到前面 你自己要知道真理是什么 如果我们讲的没有按照圣经 请拿原文来 我们来讨论 请来纠正我接受 我也是人 我有可能会做 我只是尽我可能的去 按照解经原则 从原文来研究这一切事情 那我也是人 所以如果我不对情 提醒我 问题是如果 某一个人说 哦 牧师说不是这样 哦 我们什么 那 那你去找你的牧师 他怎么会找我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原文来讨论 我错了 请跟我说 没有问题的 OK好 然后呢 我们要教导正确的 然后呢 不要再败坏全家 也不要败坏7 好请看一下一页 一章12节请念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寿 又残又懒 克里特人中的本地先知 他是谁呢 他叫做 IPIMINETUS IPIMINETUS 好 好 呃 他是一个公元 六 呃 公元前六百年的人 有人说他是 呃 希腊七贤之一 但是 因为希腊七贤的后五个 大家说法不同 好 OK 然后呢 这个人很有名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研究 有一个东西叫 说谎者悖论 呃 就是 好 你看到真正的原文是这个 因为保罗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 所以他 他即便他是犹太教背景 他原本是受拉比训练的 然后 他还是有读过这个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在保罗之前六百年嘛 对不对 大概六百多年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两千六百年的人嘛 对不对 好 OK 然后呢 这个人呢 他的原文是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寿 又残又懒 但是呢 后来传传传 然后变形之后 变成一个叫做说谎者悖论 什么叫说谎者悖论 就是 小明说 小明说的 小明说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谎言 你能不能觉得听起来 不 过去了 不对 这句话有逻辑问题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谎言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 那么 你相信他说 他说的每句话都是谎言 那这句话就不会是真的 他说他说谎 你懂 都很对啊 没关系 耶稣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就算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上帝还是爱你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前面提到 你要懂得正确的福音 而且甚至于可以把福音讲清楚 因为其实就是逻辑 小明说他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那么如果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 那他就不是每句话都是谎言 但是如果 他说的每句话都是谎言 那这句话就不成立 所以这叫说谎者悖论 好OK 然后呢 这个人在 Evan Minutus这个人呢 他在 克里特人称他是先知 他有一个故事 就是他在一个山洞里面 睡着了 醒来过了57年 然后之后就成为什么先知啊 什么的 其实这种故事 我跟你讲很神奇哦 好 浦岛太郎 什么什么 回来城市都变了 对 去海龙宫 然后回来 对不对 那是日本 对不对 我们的文化圈 我们也有很多什么 我记得庄子还是谁 什么的 去睡了一个觉醒来 又过了好多年 很多文化都有这种东西 我跟你讲 因为时间是受造物 不是创造主 时间是在神手下的 所以到底人类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穿越时间 改变时间呢 请看向他牧师的 赎回时间 我就是在广告 没有因为时间我们 我们人类觉得时间是流动的 可是实际上 先讲你的时间的感觉 是爱因斯坦还是谁说 他说时间其实是相对的 当他跟一个美女聊天的时候 跟他在做学问的时候 时间 那个美女的时间 一下就过了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他也是一个正常男人 对好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但那个叫做时间感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相对的 绝对的时间 事实上 实际上就有提到很多时间的改变 好 问你 太阳是不是被停 停下来 在约书亚的时候 那个到底是太阳不可以动 还是地球不可以转 还是什么呢 那事实上 我们的自转就一天嘛 绕太阳就一年嘛 太阳不可以动 那时间不就被影响了吗 对啊 还有呢 那个日轨往前一度啊 时间又被影响了 所以圣经其实明明的告诉你 连时间都爱神的泉下啊 那神可不可以赎回时间改变时间呢 他摆明了就告诉我们 我们河河本就很可爱翻要爱惜光阴 就是啊 你要省钱 你要省钱 不对 赎回时间是你赚回来 省钱很好 开源节流 那你开源更重要吧 如果你今天花时间在那边 一直省钱省钱省钱 你花一个小时 终于省了十块 你觉得很开心 问题是你一个小时 可以赚最低工资 一百八十几块台币吗 是不是我忘了 好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啊 你实际上 去赎回时间更值得啊 你觉得你可能八十岁了 摩西八十岁才出道啊 他第一个专辑叫做过红海 不是啊 没有啦 他出来传道啦 对不对 他第一个专辑叫做我杀死人 对 但是他四十岁的时候 好啦 回来 我们可以赎回时间 时间不是流动的 不是像一般人 一般人我不知道 但是你是属神的 圣经上明明的那个经文 是赎回时间 所以你的时间是可以带回去改变的 你可以回到过去改变 我们的内在意志 很多一些 神圣灵带我们回去 小时候改变我们某个观念 然后你就发现 从那个观念改变了之后 你现在的人生不一样 这不就是一种超越时间改变吗 我小时候相信一些谎言 我曾经讲过 我爸妈离婚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一天小事没做好 所以我只要遇到小事 我就会 大事没弄好 不会怎样 小事没弄好 我会生气 很夸张 我以前是 我打翻饮料 我就凶相军 很夸张吧 哇 这好烂的丈夫 后来回去找 原来是我很多次祷告前 让我看到 小时候我爸妈离婚的时候 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我说我要把它销毁 那时候我大概七岁吧 然后爸妈说 你不可以 我说我把它烧掉 我爸妈说不可以玩火 我说我要把它冲到马桶里 他说马桶会坏掉 然后他说 那我把它撕碎再拿去烧 反正我就各种尝试 他们说不行 他们后来就离婚了 然后就没妈妈了 所以呢 里面就有 我小事没做好 我就会家破人亡 我就会很可怜 然后我就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我小事没做好 我就凶将军 因为我觉得我小事没做好 我打翻饮料 将军会离开我 之类的 那是很快的 因为头脑里面有一个 叫信长河跟海马会 他们会去处理这些事 所以神带我回去 小时候那个点 让我看到 其实老实说 这很好笑 小小的我相信了 现在理性上我也知道 我爸妈离婚 绝对不是因为 我们的销毁那张 对不对 问题就是 那个感觉一直在我里头 那个思想 那个我的相信一直在我的里头 所以我改变那个想法之后 现在打翻 就不会凶下去 对 好 而且不仅是这样 这只是举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小例子 我小事 谁不会小事犯错 你想象一下 假设比如说 好 忘记带什么东西 然后你自己个人就在那边生气 这个很怪吧 对不对 好 可是这东西被修正 我以后就不会这样 因为你看 你假设你某一件事 一个小事没弄好 然后你就在那边生气 后来影响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神就回到我的小时候 在那个时间点 在印象里 让我看见 那个时候的我 然后我爸爸妈妈 然后那个场景 然后 然后而且神不直接说 他就让我感觉 然后突然 那个时候 我就跟神说 上帝啊 好像 我就算 撕毁了 他们不会再 拿一张出来吗 我就算烧掉了 那房子会不会很危险 不是啊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上帝是这样的神 他会带你赎回时间 改变这一切的 你看我讲一个 异教的本地先知 可以讲到这个 好回来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寿又惨又懒 这个 这个本地先知 本身说的话是这样 因为这个人是个哲学家 哲学家不会去讲一个 自己是悖论的话 你知道吗 所以他其实真正原文是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不是克里特人都说谎话 因为这个本地先知 他也是克里特人 他如果这边是 克里特人都说谎话 那就逻辑问题 对不对 他只是常说谎话 没事吧 OK 所以呢 这位希腊的责人 他就说了这个东西 保罗是很聪明的 保罗如果直接说 你们克里特人 又惨又懒 乃是恶寿 这些弟兄姐妹会很受伤 对不对 问题是我是说你们以前的一个很有名的责任 自己说 而且他也是你们本地人 好 一章十三节请念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 纯全无痴 所以哦 这个见证是真的 意思就是 你们又惨又懒 懒是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比较见造人 应该是吧 对不对 所以你要 保罗其实特别提醒提多你们 要严严的责备前面那些 不是你们哦 这个他们是前面那些传义教的 要人回犹太教的那些异端啊 各样的人 然后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痴 就是这样啊 要把真道讲清楚 这已经是圣经的后面几个作品 时间点的关系 所以啊 他其实已经真理都讲清楚了 那要守护正确的真理 好 一章十四节请念 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 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好 你会发现 从保罗的逻辑很清楚 有两种人 两种人在伤害教 一种人是犹太人的荒谬的言语 另外一种人是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所以逻辑上来说 今天讲比较多的逻辑上来说 保罗并没有认为犹太人离弃真道 只是他们错误相信 可以这样说吧 离弃真道就是异端了嘛 犹太人只是 他们只是一直没有看到下一集 就是他们是上一集的嘛 对不对 他们是上一集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守着他们旧约 所以保罗一直在为犹太人祷告 犹太人是神特别前选的选民 如果从属灵的角度 他是我们的长兄 是我们的大哥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的大哥是耶稣 那耶稣也是犹太人 好OK 所以犹太人有很多荒谬的言语 就是你要守律法 你要遵守这个 遵守那个 才能够得救 在他那个年代是对的 没错啊 在他们那个年代是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完美的救恩 所以高羊必须无瑕疵 无垫屋 所以他们就要去找 羊也没有什么问题 献祭什么的 没有错 因为这些只向耶稣 问题就是 光这个时间点 公元64年 已经五旬节之后很久了 早就已经是下一集新约了 他们就不看下一集 他们自己也知道有下一集 他们在等下一集 你有没有等那个 等那个影片 或是等下一集等很久了 很多影集的一个礼拜一集 什么时候 那个到底有没有死 什么的 对不对 他们已经等了几千年了 好不好 真的啊 他们到现在还认为 迷赛亚没来 所以啊 他们是寻求真道的 但是不清楚真道是什么 好 那有人会问 那犹太人到底会不会得救 其实罗马书早说了 犹太人也要信基督 信弥赛亚才会得救 他们虽然有亚伯罕之约 可是亚伯罕之约是指向耶稣的 好 所以呢 犹太人有些错误的教导 而现在教会 现在教会又很爱 回去犹太传统 我们不是说犹太传统不好 但是你要用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 而不是用旧约来看新约 旧约那么多 所以有些 有一些 有教派还坚守不可以 礼拜天聚会 有些教派认为 他们说礼拜天聚会是在拜太阳神 因为礼拜天 为什么 然后他们还坚持要礼拜五太阳下山 然后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中间聚会 也有这个啊 对啊 可是除此之外 他们相信的如果都还是安东天的性情 他们也是会得救啊 好 OK 所以啊 事实上有很多人会加上很多 不可思 不可做 不可拿 不可藏 的东西 保罗那时候都说了 整个加二太书在讨论这个问题 2000年了 还是一样啊 大家要知道什么是核心的真理 至于离戏真道人就是异端 请保持距离 保罗在其他的书信说 连跟他们打招呼都不可以 但是容易打招呼也没关系啦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他在加强告诉你不要去做这些事 你看到街上有两个外国人骑着脚踏车 然后穿着白色衬衫 然后有两块牌子什么时候长老的 那他们长得一点都不老 那叫磨门叫 然后呢 那个长老是工作的职份 重要的事情是 他们是要做这些事才会得救啊 那个是规定 那个不是志愿的 他们中文可能比你好这样 然后那个就看到就 然后就走掉这样 真的因为他们有一套 让人离戏真道的方式 而我其实去研究过了 那个都骗人了 就找一个经文乱讲 对不起我好像在讲别人 有什么问题 可是圣经上保罗就是在告诉大家 你要小心这些人 OK 好所以啊 其实你看什么摩门教啊 社理教啊 那就是已经起他的教了啊 那就 他们可以去信他们 啊我们要持守真道 一章十五节请念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洁净 连新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谁是洁净的人 就你啊 你就算还没洗澡 就算你很臭 你也是洁净的人 如果你现在还没洗澡 代表你大概 昨天也没洗澡到现在 嗯 你想换位置吗同学 忍耐要有爱 好 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你就是那个洁净的人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用这个经文说 既然我是洁净人 凡物都洁净 那我什么都可以吃 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会说 那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吃血 首先 你在吃牛排 五分手 切下去会流出红色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肌红蛋白 那个不是血 为什么 因为你切完之后 你等它三分钟五分钟 它还是液体 它没有凝固 血会凝固 懂吗 那个叫肌红蛋白素 如果你觉得因此不能吃五分手牛排 你就损失大了 可是你去看 像美国 美国的中西部 就是所谓圣经代 就很严守圣经的 他们的牛排 很多人都吃全熟的 那你牛特别好吃 你还吃全熟 太可惜了 然后你去 点它那边的五分手 是我们的七分手 对 它五分手 OK 但是吃七分手 这是生活 OK 所以我要告诉你 对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 因为 这个讨论也值得 是因为在使徒行传 在耶路撒冷会 有告诉外邦人说 你们 所有就业都不要熟了 你们就只要记得 就是不要拜偶像 不要坚营 不要吃热屎的生畜 还有不要吃血 所以那个时间点 确实五旬节过了 那个时间点 以教会的权柄们 使徒带出来 所以很多基督徒 因此不吃血 所以答案是什么 保罗早就讲过了 吃的人不要论断 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要论断 吃的人 各样的事情 都是为了造就人 所以如果你平安 你就吃 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洁净 就不信了 当然什么都不洁净 连心地跟天良 都污秽了 所以他们就没天良 没天良 对啊 真的是这样 我们河本其实 它很多地方翻得很好 对啊 但是 没有译本是完美 因为翻译的人 是有罪的人 有罪信的人 就算信耶稣成为义人 还是有罪信 我们都还是有罪信 所以你要克服自己的罪信 依靠圣灵改变 胜过自己的肉体 在旧约时代 如果你碰到一个 大麻风的人 你不接近 没错吧 对不对 但是耶稣来了 耶稣碰到大麻风的人 那个大麻风的人被捷径 好 所以呢 在捷径的人 凡物都捷径的逻辑是 因为你里面有神的同在 你奉耶稣 你捷径一个东西 他就被捷径 所以为什么你要犯前祷告 你就捷径 你真的不晓得你在吃什么啊 之前台湾不是去美食街吃 吃都死掉 你真的不晓得你每天吃的是什么 特别是这个时代 你怎么知道什么油 地沟油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那个酱油是不是化学的 那个有一些酱料 它的原料比水还便宜 哇那好恐怖喔 对不对 那你就是捷径它 你真的不要你每天在吃什么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你怎么知道这个牛肉汤是用化学牛肉粉做的 还是真的熬的 那每一家都会说自己熬的啊 对不对 然后啊 想说熬的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 我告诉你贵的也用那个粉啊 真的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这就是这个时代啊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捷径祷告 但是如果你忘记捷径祷告呢 那你不会现在为你这一生吃过所有食物 先捷径祷告嘛 只好为我现在所吃的所有食物 会吃进去说一切都捷径 因为你赦免一切的罪 你的大能超过十天 所以我现在祷告 放手里祷告阿们 耶 这一辈子都捷径 谁说这个祷告没有效 为什么不仅 神是全能的啊 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平安 你需要捷径祷告 每一餐或者什么 你就照做啊 那如果你有这个信心 你有没有这个疑惑 你就这样啊 最核心的问题是 耶稣摸到 大麻风 大麻风得捷径 而你是基督徒吧 基督徒是什么 就是小基督 所以你摸到 他就小小的捷径了 不是啊 他也捷径好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谁啊 你是那个被捷径的人 然后你分别为神 那个也捷径了 OK 那至于不信的人 当然没办法 抱歉 好像很残忍 但是就是这样啊 好我跟你说 有很多没有信耶稣人 他们事实上是 心地很好 然后良心很好的 但是因为没有一个人 这辈子没有犯过任何罪 所以他人就不能靠自己得救 然后他人就有罪性 那个罪性还是会慢慢慢慢的侵蚀人 有些人真的啊 比如说我们有遇过那种弟兄姐妹 生命很好哦 然后来教会很久 然后最后还说 牧师那我决定我要受洗 怎么这样 真的啊 真的有一些人 他们是属于那种 他要很清楚很确定 他要面对自己的心 所以他来教会很久 你都以为他早就受洗 没有他最后说他要受洗 也可以啦 可是很亏好不好 你分明 你来教会二十年才受洗 这二十年你可以白白得到祝福 你终究是要受洗的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因为信耶稣说就要十一奉献 那你就不要也没有犯罪啊 因为那个教会说不十一奉献会有事 那谁叫你去那个教会的不是我 对不对 来我们教会 来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啊 你不十一奉献神也爱你 不读经神也爱你 不祷告神也爱你 你不来聚会神也爱你 你不来听讲道也神也爱你 所以你现在听不到这段讲道 不是啊 因为神爱你不是行为 是他的约嘛 所以找性比较好啊 我还记得我们一开始 接触我们现在所相信的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童工 我们给他看那影片 边看他边流眼泪 那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现在终于敢传福音了 因为以前 我都觉得我传福音是去害那个人 他里面的福音 真的是 是谁教他的我就不与自评 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啊 基本上是好的啊 可是很多人可以把福音讲成这样 好像是做业绩 所以这个童工 他以前传福音是为了业绩 因为他们教会要求他的 那他心里也不平安 这样谁跟你信啊 我们的概念是 我吃到一家餐厅好好吃 所以我去跟我朋友讲 然后你甚至请他吃 而不是 我今天这个餐厅 我找人来 老板会招待我一个小菜 拜托 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是为了分享好吗 好 OK 再捷径的人 凡物都捷径 不用担心 你是小基督 你是神的儿女 你捷径他 他就捷径 但是 如果我们当中 你不平安 你就会不要吃血 你就不要吃啊 但你不是不要乱乱吃的人 吃的人也不要乱乱不吃的人 所以啊 你就去找那种不吃的朋友 然后出去吃饭 然后你就故意点那个 对不对 不要这样 凡事都要造就人 好啦 一章十六节请念 他们说是认识神 行事却和他相悖 本事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 是可废弃的 那些离弃真道 或者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 他们 他们是 他们说自己认识神 行事却和他相悖 好 所以这边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 事实上我们行事 要与耶稣所教导的一样 但是不是靠这个才会得救 而是你相信正确 你可以慢慢活出来 OK 然后那些异端们 他们就是可证悟的 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你可以知道 很多很多信仰做的善事 都是为了自己得救 都是为了自己 救人一命 甚至有七级浮屠 对不对 好 然后放生 你有没有看到之前有很多新闻 放生毒蛇 然后还说念过经的 那个毒蛇不会咬人 那你要那个毒蛇去死 他如果不能咬人 咬动物咬人 他怎么活 对不对 那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对不起 这是事实 放生 然后就把一些外来种 放到一个湖里面 然后把害死所有的原生种 你到底是放生还是杀生 你知道吧 比如说日月坛有很多那个鱼虎 对不对 就是一种很凶的鱼 他就把原生种都吃光啊 什么的 那到底是放生还是杀生 对啊 就是这样啊 但是真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 你做这个到底有什么用 善事上是可废弃 因为动机不对啊 没错 人知道自己有罪 他们也知道自己有罪 问题就是 你是 他们要靠自己行为得救 你是要靠一位赦免的主 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够好 可以得救的嘛 你去问那些 修行很久的人 他们却不确定 他们会去 什么涅槃 或是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不确定的哦 然后为什么 他们的丧礼那么哀伤 因为这个人根本 你怎么念 你找人家来祝念 你找一堆人来念 然后还是不确定 他会去哪 真的啊 然后 那基督徒呢 你确定他真的相信了 他就确定去 正确的地方 就是这样啊 好 提多说二章一节请念 但你所讲的 总要合乎那 纯正的道理 保罗提醒提多 你所讲的 要合乎那 纯正的道理 对 你要教正确 所以 我为什么坚决 我们 有弟兄姐妹说 牧师 你那竹节节经 现在哪一个教会 在竹节节经 我们教会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因为 我们要合乎 纯正的道理 而且每次都要去看原文 这个对或不对 这个例子就很有趣 提多说 二章二节请念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 端庄 自首 带信心 爱心 忍耐上 都要存全无痴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 好 有看原文就看到一个点 根本没有劝这个字 你去看 stown number 劝上面是没有编号的 根本没有劝这个字 可是你不能说 要翻错 为什么 因为这整个 整个原文 它的意思是 用 柔和的讲 而不是命令 其实中文就用劝一个字 所以这就是翻译者 可以自己加东西 可是 如果你加的是符合原文 都OK啊 可是 我要告诉你 原文没有劝 问题是我们中文的语法 你就是没有办法 用那些时态啊 什么的 用那些语气啊 用那些时态 来直接呈现出来 那这就没办法 那翻译者 加一个劝字 我觉得很好啊 这部分翻得很好啊 所以劝老年人要有节制 然后呢 要端庄自首 在爱心信心 忍耐上都要存权无辞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 很有人生经验啊 要有节制 好 我们先看下一节 二章三节请念 又劝老年妇人 举止行动要恭敬 不说谗言 不给酒做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 第一个字又 这个字有原文 可是翻得不够完美 这个又是 如同以上的 照样的劝老年妇人 意思是什么 老年妇人也要节制 也要端庄 也要什么样 好 你从一个字 他们的原文 因为希腊文是 为什么神选新约的时候 是希腊文 希腊文是一个 在法律啊 这些用词上 很专业的 他按照时态 分分分可以有一百多个 不同的时态 跟不同的文法 所以你就可以用那个文法 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现代简单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 但是你 我们中文翻不出来 对啊 那所以他就会加一些字 所以又 其实干脆翻 照样会更好 因为又就是 你要记得劝 你也要劝老年妇人 可是照样 就是你要照 二章二节说的 一样方式 劝老年妇人 而且要劝他一样的东西 好OK 那至于呢 他到底劝一些什么呢 我们下次会讲 好 大家知道 马上天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你的人生 有一位看顾你的主 他是赎回时间的神 他是带你改变过去的神 神既然明明的说 我们要赎回时间 你现在知道翻译多重要吗 我们和尔本翻 爱惜光阴 就是叫你要省钱 赎回时间是叫你开源 恢复 那你知道多大的差别 你知道因为这个翻译 所以华人教会 如果只读这个 又不去看原文 那么你就会觉得 我们就是受制于时间之下 我年纪大了 来不及了 早知道早知道 没有 你要赎回时间 你可以改变过去 这就是我们的神 而且羔羊 在创世以前 羔羊就已经被杀 世界创造以前 没有受造物以前 羔羊就已经被杀 有真的可以翻成这样 但是我们和尔本 就绝对不是这样翻 但你去看 真的有翻译本 英文的翻译本 在创世以前 羔羊已经被杀 什么意思 在物质界 所有这一切 受造物存在之前 神就已经为你解决 你现在犯错的问题 神已经解决了 人有罪的问题 跟这一切 所以 你大有盼望 你人生你觉得你 早知道就 错过了 怎么办 我是不是说过 神引导我 那一年那只买一档股票 而且买了不少钱 然后我只赚了 我赚了几百块又出场 后来他涨了七倍 我应该赚几百万的 差一个字 没有差很多 万跟 快 头啊 差多了 问题是 如果你停回到这点 就糟了 你可以赎回时间 主要我这个错了 然后呢 对不起 请原谅 帮助我赎回时间 再引导我下一个吧 而不是 早知道我就怎样 我这个罪人求你赦免我 也可以啊 赶快说完 赶快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你要赎回时间 你走错的 你弄错的 重新来嘛 好啦 就算你真的被拖累 有啦 没错啦 那个 约书雅跟迦勒 被这群人拖累 浪费了四十年 问题是人家四十年后 还是跟当年一样 是这样的啊 他多活四十年 你要这样想啊 他赚了四十年啊 这四十年 你信不信神 特别保护他们四十年 他的同学越来越老 越来越老 他都好好的这样 对不对 他等于是赚了四十年啊 但是你感觉好像被拖累 所以我要告诉你 也许你会觉得 我老公没信主 我太太没信主 什么什么 我怎么 然后啊 可是我们什么 你就是祷告 神可以赎回时间 他可以做奇妙的大人 我们不晓得神要怎么做 可是他就是可以 虽然我错过了 那个几百万的机会 给他成为一个美好的教导 然后这可以帮我 基财宝在天上 然后基财宝在天上 绝对不是存在天上而已 是可以兑换在地上 所以我还是要赚回来 几百块跟几百万 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 很好的见证 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你们因此学到了 我就得到天上奖赏 然后可以兑换在现在 我就是这样 你们就是我的摇钱术 懂不懂 听起来好可怕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错误是怎么样 错误了 我犯了这个错 不要给人家知道 我就是要给你们知道 然后我就 大家一起学到这个东西 最高级的 最聪明的人 是在别人的错误上面 学到经验 一般人是在自己的错误上面 学到经验 愚笨人是在自己的错误上 忘掉经验 熬过的痛苦 忘掉的经验 所以我告诉你们 我这个错误 请你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然后你们因此学到了 感谢主 因为我也得到我的奖赏 然后我会兑换在今世 所以啊 我就回来了 真的啊 就这样 这是我们神啊 我们神的大能 他可以赎回神 他可以改变这一切 因为整个福音的核心 就是告诉我们 罪得圣免 病得意志 贫穷得饱足 被愁出尖导 受压制的得自由 继续往后看 加倍的好处 跟加倍的喜乐 代替羞辱 跟各样的凌辱 这都是福音的核心 那你有没有活到这些呢 没有 继续追寻神 花时间单独跟他在一起 你要看见神迹 也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好 祝福大家 我们下来祷告 主要向你赞加感谢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要知道耶稣何等的伟大 我们做成这一切的事 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并且要帮助我们 输回时间改变过去 回到现在 看见神迹 祝福着你每一位 真正的经历 耶稣基督 真理里面那些大能 看见神迹发生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 做信仰宣言 大同信仰念一次 一二三请 我相信上帝 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牛哨套 本周的祝福 奉耶稣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用生命纪 二十八章的祝福 来祝福弟兄姐妹 你要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使你身所生 身处所在地所展的都蒙福 使你电脑手机 上传下载的都蒙福 使你经手的功课报告 作业合约 签名盖章的都蒙福 你的存折蒙福 你的提款单蒙福 你的取款单蒙福 你的各样的合约 各样是都蒙福 主要帮助我们赎回时间 看见神迹发生 主要帮助我们 如何在个人灵修里面 更多的被你调整 改变我们错误的相信 然后信得对 活得对 看见 美好 丰盛 灵动 生命当中 因为你要给我们 加倍好处 跟加倍喜乐 代替羞辱跟凌辱 所以我们过去的痛苦 成为现在的祝福 你要把那一切改变 主要继续引导我们 在对的时刻 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看见神迹发生 让我们顺服你的心意 看见神迹 谢谢耶稣 因为我绝对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死来 顺利感动的交通 乔与救命 我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 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